上周有四战巡回赛在亚洲举办 分别是中国上海大师赛 郑州香港公开赛 以及韩国首尔赛 随着这四项赛事顺利落下帷幕 本周男女单打世界排名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赛事冠军球员的单打排名变化 胡尔卡奇以6比3 3比6 7比68击败世界第七卢布列夫夺冠后 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二个ATP1000大师赛冠军 单打排名也随即从17位上升到第11位 据悉 这是波兰人六个多月时间以来的最高排名 今年3月迈阿密赛期间 他的单打排名曾高居第9位 另外一项女子赛事的冠军 中国球员郑清文在主场夺冠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获得WTA500赛事冠军 单打排名从第24位上升到第19 追平了个人最好排名 此外 他还是继前辈李娜获得两个大满贯冠军 一个WTA1000和一个WTA50 零赛冠军和正赛赛 2019年在圣和赛获得一个WTA500赛冠军之后 第三位获得WTA500级别 及更高赛事冠军的中国球员 还有一战香港公开赛的冠军被前媒网亚军 费尔南德斯收入囊中 加拿大人在香港夺得职业生涯第三座WTA单打冠军后 单打排名从第60位飙升至第43位 此前 费尔南德斯曾在2021年和2022年的墨西哥蒙特雷赛两次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第43的排名是 费尔南德斯自今年法网之后首次击身前50位 今年法网费尔南德斯在第二轮早早出局 单打排名一度跌至世界第95位 但是进入到没往前的热身赛之后 他的状态开始触底反弹 排名一路回升 如今再度击身世界前50 上周另一位冠军得主佩古拉 在首尔赢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WTA冠军 他的单打排名本周继续稳居世界第五位 值得一提的是 本周的排名男子球员相较女子球员的变化更大 其中 澳大利亚选手塔纳西比科基纳基斯 在上海赛中闯入第二轮之后 排名从第69位上升到职业生涯新高的第68位 上升幅度虽小 但意义重大 2015年 19岁的科基纳基斯 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高排名定格在第69位 从那之后 他遭遇了各种伤病 甚至还接受了肩部手术 因为身体原因 2016年至2017年 澳洲人的排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甚至他还因为伤病缺席了整个2020赛季 如今 这位年轻人终于又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排名 其他几个值得关注的男球员 分别是卢布列夫 在上海大师赛进入决赛后 他的单打排名从第七位升至第五位 这也是他此前的最高排名 法国小将亚瑟菲斯在上海战闯入第三轮后 排名从第44位升至第38位 职业生涯首次跻身世界前40位 而匈牙利人法比安比马洛桑 在上海大师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后 排名从第91位升至新的最佳排名 第65位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无理去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资料